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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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我们再看经文 上次讲到此无名者非识有体 今天从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开始讲起 所以讲到这一念这个无名它本来根本 你不能说照到无名说有个体像叫做无名 事实上就是你忘认决体它是无名 所以在这个中间你不能够设定说有一个法的名字是无名 这里面就是告诉一切行者 他就入还家时直破一些过去的一切妄想因缘 他不是说有一个法中你还要再改变哪一些改变过去的所谓一切什么业感业障 他直下就在过去的所流转业感业障上面 他只能去直下担当因为过去不认决体过 就是如此一事实就是这一念他其他的根本就那其他的一切法那都是世间的众生还是多在妄想分别的造作上 所以就如同好像我们这个之前跟大众法师讲的你平常时间就要在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处每一个六个六成的所有一切呈现处都要去体会大学心体的作用 但就在这个作用当前你自然而然就会在这个所有的不管你是取一根取一尘 你会在你现前的所有的参就上面你会起成种种的思维 是不是如此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才是如法是不是这样子才叫做参决心 会起种种如是的一切的心中的思维那种那种念想 但是这一切念想你都是要用一法来面对他哪一法你就知道他当体还是绝 C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是绝谁觉得这样子对不对还是绝你总不要被自己后面那个声音在搅扰的前面那种成练 还用后面以为是在修行的念想还是跺在过去在念头中流转的业力 这直下担当都是问自己叫做一体批波叫做念念批波就是要直下都问他是绝 只要问他什么是绝体就如中文中讲的你要念念知道觉知的是谁在任何感受上知道的是谁知道的是谁不是要你在是谁之中再去寻觅一个谁而是要你在念念其处不要被现前的念头所流转所执着 所以他是打破前程的过去的刚强的夜感他是要你在任何念前念头之前启程移情 所以有的人他是譬如说他是看看这个色有的人是在声音上下手他都是会在心中讲的这样子是不是在听这样子是不是在观 反正在行门之中所起的一切过去在念头上的相同的业力你都是要一等是之都要知道他就是绝不要被心中所起伏的念头再随他去搅扰 这就类似好是就是我之前好像讲过那个辟语讲的中文的一个故事 这样四个人在打坐这个打坐的这个残堂之中说不能出声音一个人不小心出了声音第二个就说你怎么出声音第三个就说你不是也出声音吗 然后沉寂了一会儿第四个讲你看就是我没出声音 所以大家都是在这个上的心念中自然而然就是如此你说那怎么样让这四种声音不声 你想要让这四种声音在你心底不声那你是第五种声音 你又躲在前面四种的夜感你要念你知道心中过去的这个过去众生造作故一定会起如是生 但是就在如是生中你念你知道都是觉心故都是大觉心体 所以不在你现在的餐学上面再去躲在餐学中间的所有的一切意识上面 你自己感觉到的好像现前所修行的任何的桌池 任何的好像思想的这种变异你都不躲都不住 你就要告诉自己行者就是唯一事实唯一方面直取真真 直取这见到本来面目 所以在梦中好像有如是实啊 心底是当下你能够看到过去的种种浮成幻影它就会现如是生会现如是瘾 这是必然 但你要知道是梦啊 你要知道是梦知道是梦的人从无有从来没有一个智者 他知道是梦还要在梦中的境界不断的缴绕不断的说出梦与不出梦 知道是梦就出不必更说出梦 那意思就是你知道是梦那就是梦你就不是在梦中人 假如你说我知道是梦所以我想尽办法从梦中出来 我肯定你还是睡在梦中 你知道我是梦就行了 但觉体中就是如是 不断的在行者心中 要不断的这样子如是历练 不断的这样子去做官 所以在梦境之中就有如是的作用 在众生的过去的幻境夜感造作中 他心境中就是有如是的行持 所以在这个行持上面 尤其是佛法佛法讲的是必经的法门 他不会跟你说只要一体归到大觉心体以后 不再跟你说一切世间众生夜感境界之中的 所有一切法性法效 他为了要让你辨析一切世间众生的 所有一切过去过去堕在夜感之中的 过去我们随着流转 所以你不认那个法性也不认那个法效 将来你从那个流转回头时 你还要向过去城中去认的 因为过去城中的所有的一切作用 其实都是你的法性 你过去因为背离法性故 你才受如是流转 只是在法性上面 你说真有如是性吗 不是 因为他一体都是大觉 你说在决心之中不能够现如是性吗 当然能现如是性 所以现如是性时 不过就是觉体随种种缘起故 成就种种的智德 成就种种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作用上面 你不能说他实有 你不能说他真无 所以就方便说如同梦境 就如同梦境 因为他是随缘起的 所以在这个如同梦境之中 才会讲到 譬如像楠言京东的故事 所以那一次我才会讲到阿难 阿难是堕 你不要以为是阿难 他就是因为参学无力 所以这样堕落 没有啊 之前我跟大家讲了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说了 那是阿难的发心是什么 他是欲产如来 他要发一元臣一切众生 无量功德 他最初要去 他还知道 世尊赫这个虚不吉 跟大家社 是阿罗汉 心不均品的 所以他清养如来 开产无辙 对吧 他还要肚住一磅 他念念之间的 那个发心之中的 那么虔诚 那种严谨 所以他这个严整位移 速攻斋法 这是阿难 所以不是阿难 因为过去未权道立 所以信中他就是偏多 所以他才会染此模式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要讲到 这个开智慧的内言 内言经中就是要告诉你 虽然告诉你世间是一切如梦如幻 但是你要是不认 如是入世间的一切信德 你还不知道怎么样认真 就好像在镜子造色之时 众生躲在色末之处 那当然如梦如幻 但是你在这个梦幻的色中的变化里面 你还不敢去担当原来色性 跟色相中的本来具有的信德 你还证不到尽性 因为尽性不离色性 你不认色性 你就证不到尽性 过去只是在色性上面 你躲在色相 竹末骨是流转 今天在色相中 你能够从过去竹末的夜感 能够回头时 你还要担当色性 你要不担当色性 怎么叫回头了 你不担当色性 难道将来的镜子不照色吗 所以这里面才会跟你讲 你在这一念赤诚心中 在这一念是佛的心中 你才能够在你念念之间 每一个每一个念头 随你的餐学 游历之处 那叫做起食 你不管是在眼根中餐 在色尘中餐 在深尘中餐 在耳根中餐 那叫次第寻起 才叫起食啊 因为你心中赤神库 所以你才能够发现 你过去众生夜感 在次第寻起时 那种感受之中的虚狂的势力 那种念头上面的虚狂势力 假如你根本不发如是 念念是佛 如是严谨的发心 如是起食的发心 你根本看不到你先前流转的业力 所以你根本也见不到摩登前 你为什么见不到摩登前 因为我们就是摩登前 我们念念之间就是摩登前 你根本不知道那种念头之中的虚妄 那种已经被念头束缚的那种障碍的境界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看到摩登前 是你那一念念念赤诚恳切 是佛的发心 那种非常严谨 整是威夷速攻斋法 那个时候的发心 你才看得到过去是怎么流转 堕落的 你在每一个念头在看 才能够感受到 那个念头的虚狂 那个念头的势力 每一个念头都叫什么 都叫族类 每一个族啊 就家族的族 每一个念头都叫族类 都是一族 就是族 族知道吗 家族的族 民族的族 都是一种族类 那每一个族类都是一个姓氏 为什么姓氏 他每一个表达的 每一个业感不同 所以摩登前叫族姓旅 就叫族姓旅 他也叫本姓旅 就是族姓旅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正念发心中 看到过去流转处的所有的一切 因父流转润身的势力 那叫先犯天咒 你才能够感觉到 因为你已经守住自己 这一念念之间 速攻斋法的发心 你还能够看到念头 当下每一个念头的起乘之处 那种获诸的势力 所以你才能够真正明白 什么叫做迎攻伏魔 你才能够发现那个心中 你已经知道那个决心了 可是感受在现前的时候 都在迎攻伏魔 后面那句话很重要 是将会戒体 谁说阿那已经多了 这是将会戒体 所以在这个将会戒体中 佛如来宣咒 文殊提奖 奖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用提奖二字 叫赤文殊提奖 阿那与摩登切同来佛索 这是什么意思提奖 奖就是利鼓励的利 就是为就在这一个发心上 在阿那这个发心上 在一个行者赤神念力之间 已然要回归大觉体中的发心上 但是这个发心一定是看到 你过去念头最强烈的势力中 从这里开始 在为一切行者开始讲说 一切心中的根本的 所以叫提奖 底力 所以在这个心头中 行者要看到正一念心中的作用上 你才可以才听七处真心 不然你到哪里真心 你根本不认那个体 你到哪里真心 你根本不认那个成中的那个性 你到哪里真心 你真就是真 真心设那个真 七处真心 所以那个时候再跟你讲 是内是外 是在根 是在成 是在和和 是在中间 是在五左 你才能够分别的出来 你在阿难体上才能分别出来 纵然在阿难体上多闻 你在当下他不是得正时 但是第一个能够得正的一定是什么 你过去看到那强厚的厚重的过去的迷惑 你当你知道决体时 他一定先得正 所以你看到法中的那种安部 阿难还未正 摩登杰先正 当你能够知道这念决心词 你再看那些感受 原来的感受都是决 所以感受都是决时 你才发现他根本什么 他根本不受后勇 他根本不来 你明明是决明明都是决啊 所以你哪里有感受到 淫功伏磨 事实上都是决体 根本不来不去啊 就是最初先正不来国 这讲楞严经 但这个楞严经中 为什么我现在要在早上提到这句话 这叫做 你要再来到梦中啊 虽然知道梦中是没有的 但是梦中的本性你要清清楚楚啊 所以在梦中好似有 这个好似有不是只要你知道梦 是要你真正敢去担当过去众生 在梦中的所有一切业性 你连梦中的业性你都不敢担当 那你将来如何这样造成根本大决的本体呢 就好像你根本不敢担当 禁止他一定能够随缘起出的种种变化 在变化性中你不敢担当 你不敢担当禁止随缘的变化性 那你就将来也证得不到禁题 是完全证不到禁题的 所以这一念发心要清清楚楚 所以不能够只是讲说 此无名者非是有体 如梦中人这个梦是非无 大家就直接想说 梦中是希望的 梦中是没有的 梦中谁感觉到梦是非无 就是梦中是有的 这出梦是没有的 所以只是在这个上面解释 这有时候解释在梦 在梦时非无 你还要担当那个非无的智慧 你能够入那些非无的智慧 这个才叫做什么 这个才叫做法华经中讲的实如 你知道一切的因缘本末 不是说你只要知道绝以后 什么都叫做绝 就大事完了 什么其他都不必要了 知道绝是一切骗绝 法法骗之 所以如是生如是灭 清清楚楚 但是在生灭之中 你会在拙拙于生灭中说生灭吗 当然不可能 你好像静体之中 你看到静色在静体上面 表现的神神灭灭 你当然能够去跟一切众生 讲进一切色相随缘变化的生灭 可是你在说如是生灭时 你是真执着有如是生灭吗 当然不是 因为你看到你在看的不是色 你追逐的不是色 你看到是静体 因为你没有静体 哪有静色可言 所以静体随缘时 现有生有灭 现这个有生有灭 只是跟一切行者 跟一切智人智慧的人 是告诉他尽性随缘的亲民 所以他才能现身陷灭 只是讲他的亲民 他的担当 所以你要敢于入于生灭 敢去到生灭中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还要担当摩登前 你还敢担当摩登前 你没有前面是佛的发心 没有那个真正速攻斩法开产如来 这无遮的这种大悲心 没有这种号要 你根本看不到念头的流转 所以现在才会要作为法师 在每个根层上 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在你去阿弥陀佛上 因为阿弥陀佛上讲过 兜舍六根 但你还要在这句话上 你不是只是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而已啊 假如是只是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就要去拜颤的 因为你的因地心中一定不争的 我讲过决心是活的 你要是面对大山 你理性久了 你都会明白大山的道理啊 你怎么念阿弥陀佛 你二十几年 你只知道那一句阿弥陀佛 你就要去拜颤了 假如你真正有一点知道阿弥陀佛的道理 就是你真正痴成梗茜 念一个圣人的名字 你在心中斩有的圣人道理 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做如梦境界 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做阿难 你当然知道什么是摩登前 你天天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当然就会在现前的感受上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那感受的虚狂 你只要有一年不守于根本 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感受之中的那种 因公伏魔的可怕 马上流转的可怕 但是你已经明白了那个可怕时 你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业力了 所以站在这个点上 那才叫做阿难士多 为你开始演出一部大内言经 所以愣着梗立四方 你要真正建立四方木 但四方木就告诉你 你明白一切法 当你明白一切法时 我才能够肯定说你 是不受一切法流转人 你不能明白一切法不敢担当 那你还是受什么 还是受法束缚人 还是跺在梦境中的人 所以讲到正道 我们讲到八正八正道中 正正字怎么写 正是从一从止啊 古人讲正 守一而止正也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一 你不知道那个大觉体 你不知道那个清阳如来开产无遮 这是一 一中哪有遮啊 一中照黑照白照好照坏 都是那个一 那个是一啊 他不但不会说他只能照黑不能照白 他也不会被黑遮白遮 那叫无遮 你守住这个一 你才能够什么 你止于一 你才能够看到过去流转的业力吗 这个才是我讲的 真正懂得忏悔 真忏悔 不然你根本发心不明你说的那个忏悔 你虽然嘴巴说忏悔事实上什么 事实上你根本都自己心头在心底深处 你都还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了 你只会说我忏悔 因为我是修行人 我是佛门弟子 我随佛教随师教我忏悔 但是到底有什么错不知道 这种忏悔没有意义 那为什么他会不知道呢 因为在根本教义上面 最初就不是在这边下手的 在根本教义上 若是念念之间都是在决心上体会的 都是在决心上听闻的 每一个人都是在如是最初读到佛门来 念念都是在如是决心上面去体格 去深入深入的 他当然知道忏悔在何处吗 他当然知道那一念之间违背决心的恐怖跟危险吗 他当然肯定自己心体之中的本来面目 他当然相信那个实有 自己心性之中的本来的信德 那个叫做最出力的信心 实信品中以谁为首 以贤手菩萨为首 贤手是跟大智文书对谈的 对答的 贤手那就是你真正发的那个心 才是一切公恨的万德庄严之手 你不立那个信心 一切公行 一切修行 如同 不过也不能说白来 就最多只是在积资粮为 那在积资粮为 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起行 将来生中 一念回光 你资粮俱足了 一念回光 其实讲到这个的话 已经是非常委屈的 你等到资粮俱足了 一念回光 现在叫你回光 当下不就资粮俱足了吗 你当下不肯回光 那就等到资粮俱足 资粮俱足什么时候俱足 就是将来碰到一个跟你有缘的人 一顿半喝 又回光了 资粮俱足了 就是欠那一顿 欠那一顿 这是开玩笑 所以这个叫做梦境 所以真正叫做首一而止 这是正念 所以正见这个正经经正法神光讲正见 你是离觉而见吗 都是邪见 你还在用世间语言解释 如是正见 与否吗 全是邪见 所以背离觉体都是邪见 这个是一定要 这个是一定要在行者心中 要确切的那种起那个信心 有很多人虽然参学 参学到最后 因为他在内心之中不能够起信 不能立信物 所以老是在这一念心里面 老是在不断用自己的意识混淆 所以我想说能正到正念决心才叫正见 有的人就会怀疑了 所以是很多世间的一些学者 甚至于像内地的一些居士 他也就会问了 就像金刚经讲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既然如是的话 这样这种人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的 假如他做了一些这个犯戒的事 他有没有罪过 还有这种问题 听过这种问题吗 我真是佩服他 这个就是表示他永远在 虽然修的是应无所助 但念念看的不是大决本体吗 说到知道是大决本体时 他必然是正见 他心中还是怀疑 为什么怀疑 因为他根本不是在绝体中参的 他不是念念在每个起心动念里面 去体会能决的是谁 决体是谁的 你要是真正说是 你一切像即一切法 你一切法不注实 你怎么还可能去造恶呢 就好像你真正站在静体之中 他根本不随近色 躲在种种像中 他如何还在静色的像中的迷惑里面 虚狂之中再去造作了 所以哪里还有犯戒瘦不瘦呢 所以第一个他根本不认真心故 所以前面那句话他根本缺解 光这句话就瘦 所以假如是真正如是正道如是心的 根本不躲在像中的流转造作 怎么可能还有犯戒事 但是要真正犯戒了 我不是说学的这念心的 我说一般众生真正犯戒 其实这一念决心也没有远离过你 真正犯戒处你在受苦时 他也不住啊 但是这个不住你知道不住吗 你还不是天天住 你在念念住时你都没有参过 你在插挪插挪住处 也插挪插挪不住 你知道吗 因为他插挪插挪不住 所以你下一个插挪插挪住 才那么生动 你知道吗 那不然你怎么受苦吗 对吧 你根本没有那个插挪插挪 你就啊 你连苦都没有 能够让你受苦 就让插挪插挪生灭 插挪插挪生动 只是没有得的人 就抓的后面的那种造作 然后受苦 有得的人是在一切插挪插挪生灭中 在下一念一切插挪插挪生中 他看的是插挪插挪灭 他可以不住 所以释迦摩利佛不知道痛吗 知道 但是他在插挪插挪生中 常驻插挪插挪灭 但你不能在这个生命上讲 我说那个是决体的圆明 再用上来讲 所以这些语言 这些思维 你就可以知道 一般众生对这个心底 那种茫然 但为什么会茫然 为什么参加大决体 会让茫然 因为最初根本就不在决心上参嘛 假如有个根本从基础上来 这样子根本的启蒙教育 你就这样参决心 你你之间就是在决心上去体会 不管你在任何文字中都在决心上体会 那当然他一定要旁边要有教授师了 你不能够马上体会以后发现 哎呀我发现一个能力了 我现在可以这个超越这个感觉了 觉得超越的是谁 你没有练练批拨吗 还后面还觉得超越了 我觉得超越 还想我 我就说忘人 就这就突然想到上一周跟大家讲 所以你真正在根层上参的时候 一定要参到将来后 心后一个明白心现前 明白的心底现前 我突然想到这一周一定要讲明白 大家不要听错了 不要以为是任何感受现前处 每一个根层现前处 后面就有一个明白的心 那是二心哎 我说的明白的心是当前你在感受时 你突然就是在感受当前 你能够知道明白的是谁 他永远不是二心的 不是前面有一个随城去流转的这种所觉 后面有一个能觉 你这样子解释能所都还是忘所 我记得我上次讲过 绝无无所之能 亦无无能之所 所以见到所时你已经知道是能 那是智慧 那不 那绝对不是众生现在 还在习惯的妄想分别 那是担当 所以那叫直下担当 但是站在看到正在看到感受时 你就感觉他已经是明白了 那不是过去的流转向 在这个上面不是说还有一个明白的心在后面 只是用到文字时是跟你讲 在虔诚之处 你能体会到有一个能明的心不是虔诚 话是如是说 但从来没跟你说 你再把它一拆为二 那个是一个智者的担当 所以以前我就一直讲过那个辟语啊 你过去随近色流转时随近色迷惑时 别人跟你讲说那是静子所造的色 你怎么那么愚痴 却在静色的虚妄境界里随他起伏沉沦呢 这个人虽然听到这样的声音 但是因为过去受惑太久 他眼睛看到静色 但是还是感受不到静体 将来他慢慢慢慢信心具足 慢慢慢慢用精进力也强 自己想要出离那种祸浊的那种痛苦 那种发心也强 久而久之 就在他过去看到 让他流转的静色上面 体会到的是静体 我以前讲过这个 是在静色上面 过去让你流转的静色上面 你再看他时原来是静子 不是静色后面还有一个静子 这是担当 只是在这个上面 你要分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既然不是在静体后面 还有一个静色 那你怎么还在那边说 我感觉到有个能力了 我已经超越了 那能超越的是谁 一讲超越 我就知道忍者 你又堕虔诚 超越的是谁 这念念之间 还是随过去的成像堕落 念念之间 还是对于所觉沉沦 所以二祖才会什么 才会达摩祖师问他 初祖问他时他不发抑郁 不是不发抑郁 叫毕竟 这只是在法相上说的 所以连前面讲说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这不过都是古啊 不然就是皮而已 因为你还有所说嘛 还有一个言语道断可见 那二祖就告诉你 为什么不说是根本是绝嘛 在绝中 你看到什么叫言语道断 你看到言语道断还是绝 你看到过去不断 不断也是绝 我不是因为断 所以正到绝体的 我是因为真正在一切法中 我能看到根本决心的作用的 那个叫做默然 所以不是学那个二祖的相默然 现在都学 你要问你就这样 你没开悟啊 你这个就是说 你以不说为说 古德二祖是根本无说 你是不说为说 所以你说大了 说的特别大 你不讲一个不说吗 那叫做闷 那叫做装 那个根本不是心体的豁达 所以那个是二祖在初祖的对答之中 他是留下一个法脉 留下一个法相 给后人可以有机可循的 他不是留下一个坐向 让后人学习他那个形态的 你就表示你心中还有所说吗 你还觉得有断吗 你觉得有断有灭都是流转 何况你还 我振得什么超能力了 我振得可以超越他了 我可以享受感觉了 这不都是又多摩天的夜感吗 念念之间 他又被前程所流转 所以这个上面 你就要清清楚楚 要直下担当 那种根本 这个 如梦中人 梦时非无时 你还要担当那个 非无的根本的心性中的作用 为什么如梦 你都要清楚 不是只是讲一个如梦 你就只是做梦解 只是做如梦解 那都都不是经典之中告诉你如梦二字时真正的经义 当然如梦是要你先是先告诉你不要在梦境中执着 但他还要告诉你梦境之中哪一个不是你根本的本来的信德 入一切成像之中的本来的作用 只是在作用时你不能都说他有 因为信德之中就是这样 随缘陷故 仿佛有如是作用现前 但缘起之后 这些作用都还是一体大绝 所以仿佛在光影坐像之中 光影坐像之中有如是做 你不能有如是做也不是大绝体 就像镜子照射 在仿佛就有静性静照 你仔细思维静性静照 在哪里静性静照就是静体 但是随缘故你感觉到有静性跟静照 但是你要刻意说一个静性静照 那不就是跟静体玻璃出来了 不就是二吗 所以仔细思维静性静照又在何处 你根本不能 你根本不能拿有做的思维去思维他的 你躲在有做的思维里面就成二法 但你不能说不知道他随缘故能限静性静照 所以见色之时仿佛就有静性静照的作用 但是真正智慧的人他知道 他就是一体静体的圆容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是 你这个智慧自然就能够什么 你自然就能够入一切性中的作用中 就好像我们常讲的菩萨入一切众生 梦中八击一切梦境众生 菩萨虽然知道书法如幻如梦 但是他一样不舍大悲心入一切梦中八击众生 那个意思就是你这一念智慧自然能入梦 你不能入梦吗 这叫做梦自在三昧 如梦自在法门 你当然能入梦 你要不能入梦 性都还不能显了 所以在那个显性当下就长到如梦 但是过去躲在如梦之中 众生真的叫做如梦 如到梦中了 那是流转 那是流转向 所以这里面讲的批波维系 或许有很多法师认为说 这里面好像语言架构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你只要听我的话 慢慢在一根一成开始参 念佛开始参 你将来就能够清楚 当你能够明白那个觉体的一性的作用时 你再看到现前 你还有一个我在念佛 还有一个所念的佛后 你能够说他没有吗 他在 你能说他真有吗 如梦 你能够天天离开这个梦 那离开那个梦就没有真体 就没有真性可言 所以那既然刚刚讲的梦是过坏 那为什么还要在梦中才有真性可言呢 因为一切梦皆是真物 只是你还剁在后面的文字 在跟我一直在分别绞绕是梦是真的 那我只是假借文字告诉你 能够入梦的心中的豁达 可讲到你能够从中性真性之中 必定能够入一切众生如梦世界的真性豁达时 你却抓着如梦二字 一直不断的跟你所讲的绞绕 那个不是讲法的过咎 那是后面那个思想的 那种我值的那种障碍 所以那个 你才会发现那个心底之中 那种绞绕 不是别人会如此 我们也会如此 随时就会在那边绞绕 所以就会讲 我这样对吗 这样餐对吗 这样餐 这样餐不是还在起心动恋吗 过一会就告诉你 对 就是这样子才叫没有起心动恋 就是那四个人 就那四个人 你就天天就被他绞绕吧 随他起 有没有起心动恋都要看 就是绝 因为心一定能随他起啊 你念的不明就是大绝 你何必一定要让心不动呢 我上次讲到风动翻动 风性本来就是动 动者就是风 你知道吗 念性 念头的念 念性如风 念性就是风吧 那你何必要念不动呢 他在动时根本不动 你知道吗 决心就是如此 你要让念不动 那就是人者心动 对吧 你就被念迷惑了嘛 所以你要在念头当下体会 那本来的性德 本来的自信直下担当 那是直下担当 所以下面这一句叫 极致于心了无所得 所以正在大绝体上 这个我们不是随文去解释 所以告诉你极致于心 就是真正正到这些决心时 是了无所得 你不能安利一法 但是他必定能够入梦 在梦中之时 你不能够不明白一切变化 这是大决心 在镜子与镜色的关系上面 你不能说镜子还有镜色 你不能随便随便忘安一法 可是他必定能现色时 你不能不明白 镜色变化时 所有的一切信用庄严 行者就是要在这个上面 不断的来回啊 内外聚餐 再来回的逆顺 两个方向做官 你将来才会慢慢慢慢 才能够体会那个决心 慢慢慢慢在心中 你过你就用的思维 跟过去一般凡夫不一样 等到把你的思维完全打破时 就是普贤菩萨 《心法经》中讲的 如是之人 是真精进 是真忏悔 那个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才叫真精进 真忏悔 所以他不是像一般凡夫一样 真着着一种种幻旺 说种种修行 也不是抓持种种幻旺 以为有所得修行 所以才会跟你讲 虚不提 不做是念 我正阿罗汉 你这一念都无所得 所以这句话中 不是只是这样子 告诉大家说 你不要有一念说 我正了什么 你不要有一念说 我是善人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 你是善人吗 我不是 你是学形象 也不是 你心中自然肯定 你说我是善人 其实我好高兴的 嘴巴 嘴巴这样很客气 我不是 因为我学那个声音 这就是老子讲的 这就是乱之时也 因为你根本不体会大道 你只是学那个像 学那个样板 你要是体会大道呢 你就算心中随别人讲话时 你起一个供高心 那种心 我是善人 因为你念念看到是决心 你说这个决心时 那一句话自然消歇 叫会日当头照 你我不怕你自心之中起种种恋 你不要说别人心中 自心你起成种种恋 但是你的绝日要当头照 所以你在自心中看到种种恋 你也可以解释一般烦情 烦情一定会起成念头中就有 我就是善人 但是我嘴巴就偏不说 我就告诉你 我很客气 我不是我不是那种虚伪 为什么你会知道那种虚伪 你看到你心中都是这样 你没有一法不知 你心中就会这样造作 因为烦情就是如是 但你只要知道决心就好 没有要你去压榨烦情 对吧 没有要你去斩断烦情 那你根本还不能跟大家讲 众生的业力了 烦情清清楚楚 一样会起 所以不要在那个起初一直往下 我烦恼 我干什么 我怎么这样 我怎么这样子不堪 我怎么这样子吃人品 不必 所以像上次讲的诸法无形经中讲 一般的凡夫最容易就是 贪嗔吃来的时候 就马上捉吃 我贪 我撑 我吃 我就是贪嘛 我就是撑嘛 所以你不但要受贪嗔吃的苦恼 你也找不到离开贪嗔吃的方法 你自心所起的任何念头 你都要知道觉得他的是谁 所以一切佛门要不认如是根本决体 你说一切放下 说一切离贪法 说一切离烦恼法 绝无是处 你说那个离都是造作 你那个离就算你憋着心 闭着眼睛 掐心闭眼 捏着鼻子不呼吸 你总感觉上有离开的感觉 我告诉你一放手又来了 那叫轮回 那叫流转 只有正的大决体 你才能真正知道吗 那才叫真正保认的法门 道家之说 你正的大决体是心念头之中一样知道 一切众生心怎么样变化 什么是好是坏是三是恶念头 你自心都具足 但你具足都不迷 那叫做决心 所以你念你之间是看到决心 然后看到自己心中的尘埃这样的飘动 在尘埃飘动时 你已经知道是决心了 所以你当然知道 在决心体上 因为任何感受没有决心 有感受吗 没有 这是心体已经知道的道理 所以那一些感受都是决心所起的 决心已经不迷了 那那些感受是什么 浮成幻影 最多安一个名字就是 过去身中的一些于习未消 就是凡夫 那当然将来到成佛 你还不是你的于习 你是能入一切众生 夜感因缘 能够明白一切众生夜感因缘 现在当然是你自己的于习 因为你还没有那种担当 还不是真正一切习气尽消 有机械亲近 你亲近时 你都还能够再看到众生夜感因缘 这个众生夜感因缘 不是在他人身上看 就在你自心深处就能浮现 那是直下面对嘛 所以那个时候的下手处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所以那个时候要知道决体时 才真正能用到四十二章经讲的 切莫信如意 你才知道怎么样下手 莫信嘛 你才真正在决体上参 你自然就不信 对吧 不然你再立个我不要信 啊我听经了 我不信我义 那这一念是什么 这不还是义吗 你怎么信这一念呢 所以讲来都是缴绕 全是缴绕 不认决体 全程缴绕 全程缴绕 所以在这个上面 既要讲原决经 所以一句话 极致于洗了无所得 你都还要在决心上参 还要在决心上执下担当 所以如重空华灭于虚空 经文 如重空华灭于虚空 不可说也有定灭处 所以既然是在空中 望起的种种光华影像 是重空华 它灭于虚空时 你不可说有定灭处 因为虚空所起的空华 它本来就是空中随云的影像而已 随云影像起处 它也就是空中的光影 所以它也无声 无声之中 你当然不能说有定灭 这句话 在萧文之中能如是说 可是在心性上呢 就是你不要抓着有任何一个心 你以为有萧有灭 你不要认为说 有过去的业障萧 有现在的智慧起 假如还有一念说 知道是过去的业感萧 现在的智慧起 那都是外道 那你说那佛门中讲的是什么 佛门中不是也讲消一些恶业吗 佛门说的消是直接正的这个觉体 你再看到过去业感时 一法不增一法不减 你还是他吗 那叫做业力消亡 因为什么叫业力消亡 你不随他造作吗 造作就是业 所以业是什么 业是作业作业 小孩子回家要写作业 作业作业 你不随他造作还是业吗 你不随他造作已经不是业时 他是什么 他就是你的会光而已 他就是能够入一切种种缘起差别 一切法性法术差别的会光而已 什么因缘故会变成如是恶 什么因缘故会显如是善 这种智慧而已 镜子本来就能照黑照白 镜子照黑照白就是会光吗 你过去剁黑剁白时 那叫流转 那是造作 那是业力 所以随着黑的流转 随着白的流转 不但是随着业力 你在上面造作过 还造作故 所以还起成惯惜性 既然起成惯惜性 镜子现白时 你就不知 你只知道黑 你只是习惯取黑为知 决心本来能骗决一切 你的习性之中 他在骗决时 其他的你就自然而然 简则不知 你就自然而然 简则你的习气之中 你所体会的知 不是决心不照 是因为你的业力 做过去造业太深 习气深固 你只取着而已 将来你要是真正 在这个业感之中 你放下过去的造作的业感 习气 你会发现就如是黑中 你也能够明白白啊 这是老子长的相生相克 谁怎么不明白白了 你再决黑就知道什么叫做白吗 你再乐就知道什么叫苦 你就能够知彼啊 你就一定能够知彼啊 只是过去我跟你讲 知彼众生会剁在 以为是黑在知白 所以在这个上面才跟你讲说 他不自知也不必知 是在决心上知黑的一定能知白 因为不是黑在知白 是觉性知黑在知白 所以今天你是在这个觉性 完全躲在黑中时 那叫惯喜性 那叫喜气 所以你在黑中 你不知道白 将来你突然业力消失在黑中 他居然能知白 但你还是要知道 不是黑知了 是觉知 因为觉不随夜感了嘛 不随造作了 所以他自然就能够明白一切 知道一切啊 所以在黑就能知白 再好就能知坏 在苦中已经知道 什么叫痞疾太来 在乐中 他已然看得出 这个人将来必定乐疾深悲 他能看到 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清清楚楚啊 只是众生躲在这个相生相克之中 明明在相生之中 决心能够明白那个相生 可是众生却躲在造作上面 夜感之中 清晨相克 在黑就找不到白 在喜就看不到 哀嘛 在哀的时候 人家在想办法拔进你出那个苦 你出不来 你看不到 那叫相克 这里面就要讲到什么 隔音之谜 这就是隔音之谜啊 所以你不用说等到什么 将来来生什么隔音之谜 太远了 念念隔音 你不是那个音你就不知道他 你不是黑 你就不知道黑 你不是白 就不知道白 你站在那些种种差别像中 站在那些上面说音 你根本就法法不相知 那你能知的那个呢 那是如来因地修原觉者 那是根本大元决体 那是根本的决心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如中空华 密于虚空 你不可说有定灭处 那是一个行者 直下的担当 他可以认其自信的大决心体 如虚空一样的豁达 虚空不是空而已 他是祸达故空 所以你要抓一个虚空是空 只抓如是空一样 那叫断灭空 所以常常讲信空信空 你要是在哪里长信空 在现在心中的智慧的担当说信空 不但你能够担当一些万念 所以你才知道你法法不住 要是住的话 你根本不能够知道音念 在音念之中就比比不相知 就像刚刚讲的隔音之谜 你为什么一切知信空故 既然是信空 在一切感觉没有觉体 他也不能够成立 所以一切感觉也信空 都自信空 所以这里面你才能够所体会 佛门中讲的信空 但你再说 再述说如是信空时 你会像过去或是一般外道 那个信空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闷闷的空吗 不是啊 你当然是那个信空 就是直下的愿力担当啊 那种担当那种空 那才是跟觉体相应的 那才是真正觉体的大空 真空 妙空 那才是 那才是讲到这个空相 所以站在这个空中所起的一些光影 光滑 你怎么还会在空中的光影之中 还在那边妄想 不断的在那边分别执着 说要要离开不离开 说要灭掉不灭掉呢 知道是空就行了吗 就像刚刚讲知道是梦 你还要在梦中说什么样 说怎么样断梦中的境界吗 所以你还有一念说想要回到梦中断梦中的境界 我说如是人还是梦中人吗 虽然现在已经起来了 对吧 他可能是在梦游 还在梦游 所以直下担当那个光影 那为什么他能担当 你不可说言有地灭处是告诉后面的行者 你不要念念之间看到这些光影现象 中的念头歇灭处 说有地灭处 过去外道是有个地灭处 所以他叫做外道 永远不能够见到根本真心本源 佛门中所说的地灭就是当下看到他的本来面目说灭 那个灭不是断灭 那个灭是一法不简 一法不真 他不真一个灭法 但他不简过去的一切法中的呈现 那个才叫做极灭 所以古人到此处才能够告诉你什么 烦恼极菩提案 你过去看到烦恼是烦恼啊 所以一般人就在烦恼上要断了烦恼才能找到一个清净心啊 佛门的角度 佛门直下担当的角度 佛门教授弟子的这种 不是一般世间众生智力能及的角度 就是你看到烦恼时 你要知道烦恼起处就是决体 你只要认他的决体 烦恼自消 你根本不要再烦恼说再说自消了 我多这句烦恼自消就是绞绕 你看到金色知道是晋体 你还担心是黑是白吗 那没有决心哪有烦恼的感觉呢 你只要认决心他还是烦恼吗 他不过就是决心随缘现了一个像 那个像中的名字叫烦恼 但你还会是他吗 不是 那你不知道他吗 清楚 所以你才知道众生之所以流转在烦恼 怎么流转在烦恼 所以古人会跟你讲说转烦恼陈菩提 古人说的转就是 这就是中国祖师的运用巧妙 古人说的转不同外道 古人说的转就是叫你直下担当烦恼基菩提 这叫做转烦恼陈菩提 他不是真有烦恼可转 但是你这个念头你这个观念不转 那些烦恼不能转 你的观念转时怎么转 你要认烦恼其实觉得烦恼的是决体 所以你能就能肯定这个行者心心念念 起心动念都在决体上入手的 他绝对不会看到烦恼时 就会着像中说有一个烦恼的像 我要帮他拿去那你就永远是着像中神 着像说法 那永远都不是在心体上直下担当的 所以看到一个行者 他是面对自己烦恼时的下手处的不同 他直下担当大觉心体叫烦恼基菩提 所以这样的烦恼基菩提必定能断一切烦恼 他将来烦恼起处不知道吗 清清楚楚 但是他还是什么 这就是今天讲的明字而已 就剩明字而已 这才叫做真正修圆觉的行者 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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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